我們今天來講那個世界重大局勢的綜合 我們把這個專給大家最近發生的事情做一個綜合 因為我最近家裡有事情 原本那個美國縣還年底要發的可能還要再還一下 但是你們要輸也可以 因為等我處理完大概年底吧 我還是會發啦 我最近家裡很多事情 都連續發生好像都集中在這一年 我阿公和我阿嬤兩個都倒了 都在近裡 所以很多事情我要處理 我要幫忙他們處理 一些善後的工作 最近會忙一點 所以演講會比較少 反正總而言之有很多事情 都是上一代留下來的問題 忽然間他們都倒來了 要幫人家散聊 以前沒有處理好的 要算在說這樣 現在大家都說好 但是說好是一回事 下去做又一回事 你知道嗎 你下去做嗎 要花時間嘛 所以 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說 先把家裡的事情處理好 這個國家台所的問題 因為我們 我們真正 畢竟還沒有執政 我們很多東西都聊一聊而已 我們現在有什麼作為也不可能 我們現在的作為要等到美軍 我們已經講過了 要做台灣政府 我們要組台灣政府 這不是我們的工作 這也不是我們 因為我們能夠影響的力量不到1% 我們沒有到1% 這是連1%都沒有 真的主力部隊在美軍 美軍要進來 台灣這才是主力部隊 我們不是主力 我們是附帶產品 我們是法理的附帶 因為他要處理台灣問題 台灣有什麼問題 我們已經講很多次 台灣的問題很簡單 第一 你台灣人沒有國際社會 新的合法政府 因為你台灣現在沒有政府 台灣是無政府狀態 你標明上看到有一個 中華民國政府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是有問題的政府 國際社會都不承認他 因為他本來就有問題 他的問題是 國民黨來台灣 把中華民國派來台灣 到現在都有問題 這個問題到今天都還沒處理 你知道嗎 這是個爛尾 台灣的問題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爛尾 你知道嗎 他就沒有處理 就給你彈 這是台灣問題 這是第一問題 你台灣沒有學外的政府 第二 你台灣人現在沒有國際 什麼原因呢 中國人跟這日修的台灣人 南南做會 你也不知道你哪裡會國的 但是你都叫中華民國 但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不是國 好像有一個人叫做阿國 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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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華民國不是國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不要看有一個國 就真的有 真的說你真的一個國 你這個國要有 法人的位格 但是你這個國 就偏偏不是 合法的國家 所以你現在中華民國 就不是學外的國家 因為你會知道 你看你中華民國 都不知道有任何國 你就知道你的國 就有問題了 因為中華民國不是國 你知道嗎 阿國非國 阿國不是國 阿你說這個中華民國是什麼 流亡政權 流亡政權 中國的流亡政權 中國的流亡政權 阿這個 美國就把這個 中國流亡政權 給你放在台灣 你知道嗎 阿跟你做台灣政府 你贏 贏到不三不俗 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說 你現在中華民國 你代位 台灣政府 但是你台灣的政府 應該是叫做台灣政府 還是說你的台灣的國家 要叫台灣國 但是你現在沒有台灣國 你也沒有台灣政府 但是現在中華民國 你取代這個台灣國 跟台灣政府的為 阿所以你這個中華民國 為甚麼 名不符其始 所以這個 中華民國在台灣 就有法理想的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到現在也沒有解決 這個問題 也不是你台灣人都解決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違法的 法律屬實 要等到美國軍事政府 去台灣 只要處理 因為 中華民國是美國軍事政府 用第七艦隊 尊貸款 阿人說人要處理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說他有處理 所以他也協助我們台灣人去抗美 反應就在那裡 你不要一邊說我們抗美 我們真的會過 那是說如果沒有美軍跟我們排掉 我們基本就不會過 你在那最高反應不要說 PTNC在哪裡 是REJET 直接幫你補回來 你不要說你會過 因為那個整個卷宗 我看完是很離奇的 你如果要聽你去聽我之前講的 看不懂 你頭也聽到尾 明明我們既然是不會過 說的是說 準備要被踢回去的 但是到最後的時候 你看看 最後的時候你看 中華民國跟美國政府放棄抗便錢 你不會過 你最後居然在最高反應那邊 你把他陳情去就會過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很奇怪 中華民國跟美國政府放棄抗便權 因為一案自己告自己 自己在告自己 那在告什麼 告 你這個美國政府跟中華民國這邊 你違反國政法是一個屬性 我這個美國政府在告自己 因為 台灣第一區實際上 是美國軍事政府的證明一下 你這個美國政府的 這個 算說這個官方 以前到現在就在那裡 你知道嗎 你都違反國際法 把中華民國扶違反 把留在台灣 說三星國際法的錯亂 所以變成說 兩股力量 他們 美國內部的兩股力量在角力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這邊 人他要告台灣國際地位 政政法 但是美國政府的內部 尤其是國務院那派 國務院那派 你包含 季辛吉他們 他們 他們都比較挖 這個 中華民國 都比較挖中國人 就是他們這派人 他們在犧牲美國的利益 還有什麼 還有 就是 他們討好中國 那 原理就是在那裡 他們天平 他們的心是騙的 騙向中國 現在發現整個都錯誤 現在整個都錯誤之後 以前中國跟美國 你知道嗎 人家親親 現在要脫國困難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發現不對 沒有 你跟中國交往那些年輕 之後 你受的是傷害 你知道嗎 現在要脫國 又沒辦法脫國 沒有一下子 沒有辦法脫國 現在發現說 整個政策都不對 整個都要改 你整個都要改 你就 欸 你的造成一定的傷害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因為你在交往的過程當中 本身就有規劃了 都在搞一些非法的活動 現在美國 他們自己要 各國就是 你在做大事 你第一 你有遵守法律嗎 你有沒有遵守法律 美國政府的官員 很顯然沒有遵守國際法 到現在美國整天 你說什麼 說什麼法律 我們是法治國家 但是他真的有遵守法律嗎 第一個 美國政府有遵守 舊金山條約嗎 現在沒有 中華民國在舊金山條約上面 不簽你給老在台灣70年 你要怎麼解釋 這本身就有國際法 台灣的東教是美國軍事政府 這你自己說 這也不是我國的 是你自己的法律 美國軍事政府 那在舊金山條約第四條筆 還有台灣關係法第三條筆 有一個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的東教就是美國軍事政府當局 你既然是美國軍事政府當局 那你為什麼 你自己不幹當局 把當局交給中華民國去代理 很多事情是不能代理的 你知道嗎 紅毛是不能找人代理的 夫妻之間有很多官妻 那個是不能夠代理的 你知道嗎 有很多東西是絕對不能夠 有代理的 譬如說夫妻絕對不能代理 我現在又找人 我現在又另外去找一個 男人 來代替你老公這樣可以嗎 不行啊 有很多東西是不能夠代理的 美國今天 他最失敗的地方就是他 台灣的當局是美國軍事政府 他自己不來 結果他請一個代理 什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代理美國軍事政府 那我講的 做事情也是不能夠代理的 你老公沒你相干 結果你找代理 這本身的亂倫 你知道的意思嗎 那叫做淫亂 那你現在講的 你究竟什麼條約到台灣 關係院裡面都說得很清楚 台灣的統局就是美國軍事統局 結果你找一個代理中華民國 那這個有法律記嗎 沒有 你知道嗎 所以 他們本的錯誤 實際上在美國政府 政府頂 所以為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在告美國政府自己 美國軍事政府在控制 台灣的統局 是我美國軍事統局 為什麼你找中華民國來做代理 你知道意思嗎 由於你告 抗美案就在說這個 抗美案雖然是一個 民事的請願 是一個民事的訴訟 但是他背後牽涉到什麼 舊金山條約跟台灣關係院 裡面這個軍事占領法的部分 那叫舊金山條約跟台灣關係 也是要由美國軍事政府來占領台灣才對 不可以請中華民國 因為這本身就違法 那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你中華民國在台灣到底有哪一條法律 是有法律記的 現在跟兵兵的都找不到一條法律的 唉呀死呀 很嚴重的 你還給他代理 這是廟代理的 軍事 你軍事占領是絕對不能代理 我很多事情是不能夠代理的 你美國軍事政府 你佔領台灣 這是不能夠請代理的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因為 美國打那 日本是一個屬性 台灣就是日本 所以我們台灣 還有誰在舊金山條約裡面 因為台灣就是日本 所以台灣要接受 因為台灣屬於日本 要接受美國的軍事佔領 所以美國軍事政府就一定要來佔領台灣 這樣才是合乎舊金山條約的規範 然後還有不能夠請代理 因為舊金山條約裡面沒有說可以請代理 但是美國在處理台灣問題的時候 是美國軍事政府要來佔領台灣 結果他既然沒有來佔領台灣 既然請中華民國來佔領台灣 這本身不管怎麼看 都是違反舊金山條約裡面說的 那是非法的 但是現在非法成為一個事實 我也說過 只要有法律的人去侵犯 所以美國自己本身沒有按照舊金山條約 要處理他們問題 這是最主要的問題 這是最主要的問題 我不知道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是照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說 美國一倍官員在袒護蔣介石跟國民黨 這才是主要的原因 舊跟國民黨送美國官員 很多經營財寶 還有女兒 聽說那些美國國會議員很多都淪陷 被國民黨跟共產黨統戰 你知道意思嗎 都藍藍作為 所以都很亂的 所以現在整個美國政治 烏煙瘴氣就是這樣 藍金黃 人家說的這個 這罐人一樣 倒是真的 倒不是假 所以這就是原因 所以不是說台灣問題 沒有法律可以解決 是因為有些人沒有要修法律 他為什麼沒有要修法律 因為修人好處 他不知道法律 他不知道法律 還有什麼叫做貪賬王法 所以美國過來我相信會形成一個政治風暴 你知道嗎 這個尤其是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對美國也是一個政治醜 所以他不太敢提台灣問題 因為台灣問題頭到尾都是一場的錯亂 你知道嗎 你要記得台灣問題不是政客的 現在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不是正確的 所以你看看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看 在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看 你現在台灣真的有一天好過 好像也沒有 你也知道說這就有問題 每天都搖擺 這個問題也要處理 但是你要處理這個問題 這也不是你現在都處理的 你要說什麼人跟中華民國 帶來台灣 那些人要處理 什麼美國軍事政府 美軍 美軍 怎麼也是他 跟美國政府這些官員 受到政府跟這個分到好處 所以這就是你看 這個 我們也講一個實在話 有人在台灣跟日本的問題上面 把美國的一些政客在發戰爭場 你知道嗎 人家說的大炮一箱 黃金萬糧 最好 最好賺的一種錢就是戰爭財 戰爭之後有一些 你知道嗎 所謂的戰爭財的部分 戰爭弘利 戰爭財 大家都去奔奔的好處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就說就這就是 有美國一些政客的心理 都要賺這條戰爭財 所以才把你台灣的國際地位等在後面 不是說台灣的國際問題沒辦法改管 是他們沒辦法改管 因為這裡可以發戰爭財 因為這裡可以製造衝突 你知道嗎? 那美國政府需要衝突 所以說這個也是非常矛盾的地方 人民都希望和平 但是政府那些官員都會貪賬王法 想要發戰爭財 發一筆橫財 如果人家說的大炮一箱 黃金萬兩說的就是這個 如果戰爭的時候有很多消滅出來 那種錢是暴利 最好賺的錢足夠以來就一條錢 叫做戰爭財 因為戰爭財在拔四名 那錢都是真的好像拿腳這樣被欺負的 沒辦法戰爭就是在拔四名 所以那種錢大家都特別加開 他也一定要開 所以這叫做戰爭財 美國一批政客確實發了戰爭財 跟一些新伊朗戰爭財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在拔四名戰爭財 所以美國也很喜歡戰爭 只有一批人特別喜歡戰爭 特別喜歡衝突 特別喜歡矛盾 最好你矛盾越加大越好 所以你看中國跟美國今天矛盾會加大 我還有各位說一件事 那些新伊朗跟一些政客 是有在上面做操作的 所以我覺得美國要解決這些問題 要自己放 往 我告訴你 往 就 刀口其實要往內 其實要把自己內部一些壞分子清青的 因爲這批人是很壞的 這批人的壞人不是在前面衝鋒陷陣的人 這在後面陰謀軌跡的人 就是這批人是最壞的人 這批人就是都一些好的人 這跟一些政客 阻垢以來都這樣 這也不是只怕這樣 在以前就這樣 從古至今 就有一批陰謀者 你如果全部你出謀劃車你就贏謀 你說贏謀好贏謀好 然後他們要幹嘛 他們要發財 他們要發家自戶 然後要賺什麼財 戰爭財 因爲我跟你說戰爭財很好賺 你如果賺過一件之後 你就希望還有下一場戰爭 我要再發一筆 戰爭財是很好賺 一支錢 會的身份 一百塊美金 你戰爭的時候 最沒用賺到一千塊 一支錢 一百塊美金的身份 會用賺到什麼 賺到一千 平衡摸的也要跟你買 因爲你有扣準 你知道嗎 所以戰爭財是很好賺的 以前很多生理人 你們兵一些立宿的發家之物 都跟戰爭財的關係 那個像 那個 歐洲的索富的一些家族 他們也是都是靠戰爭財 這些人跟今天仍然在發戰爭財 仍然希望世界大亂 他們很奇怪 他們是希望世界有戰爭的 他們是世界希望有矛盾的 這一批人就是陰謀者 他們整天在世界上 反而發動戰爭 你知道嗎 你說中國跟美國 今天走到要戰爭 這個烏克蘭跟烏洛蘇 今天發動戰爭 都跟這批人有關係 都跟這批人有關係 所以人在說有什麼叫做深層政府 其實那不是深層政府 那就是一些生理人跟政界 什麼要發家之物 我說要發戰爭財 就很簡單啊 這祖國一來 里蘇本來就有了 我們說一個就好 你如果讀到中國的 里蘇第一發戰爭財 發到最好處是什麼 呂布的 對啊 他就是發戰爭財了 秦國的宰相 呂布的那就是發戰爭財 那整個 超國家都變異的 這個人說的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說的 跟你說你就聽了 那就是戰爭財 像呂布的這種人 在我們宗外 這個 里蘇裡面是多如牛馬 跟今天仍然也是存在 好不好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世界都無太平的關係 人的死 人的死心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人的邪惡 還有人的私心 這是魔鬼的陰謀鬼詐 所以人家說的什麼叫做世界王 世界王就是撒旦 你知道嗎 你像普丁 習近平 他們這種人就 就是 他們在利用別人 別人也在利用他 所以我們的人民變成 我們老百姓 你知道嗎 你戰爭就是 這輩子的政客 所以為什麼 美國那個國家 要把權力分散的原因就對了 我之前跟你說 美國先生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他們歷史上 他們不是沒有讀到這些東西 他們的見解是跟我一樣的 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 你看 我們臺灣叫什麼人出賣的 臺灣就是叫美國出賣的 我們臺灣就叫美國 把我們賣給中國民國 那不然為什麼中國民國批過來 會關臺灣 什麼人會受罰 就是美國 就是美國政府受罰的 非法授權 因為違反 舊金山條約 你看舊金山條約 中國民國不簽 為什麼會關臺灣 美國的受罰 一個戰爭的臨時命令 臨時的命令 叫中國民國來關臺灣 一個臨時的命令 但是這都不合法 是不合法的 所以這還會說美國軍事政府 在告美國政府給他 這有我們的控制 反正就在這裡 這說起來裡面很複雜的 說我跟我們都人的 都人的傷惡 和疏心 做英氣的 這中國美國 中外 都是這樣 祖國的人 這也比較怕這樣而已 你要叫我說我情緒 我是不肯跟你說我情緒 我跟你說這是人的疏心 你知道嗎 這些一些政客到生理人 祖國以來都要發這筆戰爭財 所以你世界英文都不會太平 就是這樣 所以美國為什麼要三卷分力 不敢把權力集中 因為如果集中之後美國變得很可怕 有人就要獨棄 你記得你全力一旦集中之後 就有人要奪你權 你知道嗎 所以 跟你說這個世界是誰 這是我們的聖經裡面 亞蘇基獨公的世界王 世界王要來了 要跟你統帝 說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合併的世界 是戰爭的世界 代表上帝國還未來 這都跟亞蘇基獨公的 都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就要了解這些事情 為什麼有這些事情的起源 你知道嗎 撒旦 這個人的狗猛 跟人的罪 跟他的孫心 說他們的 這我說我也說不定 我剛剛給他們說一個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什麼深層政府 我說那個 不是深層政府 因為那是自古以來 就這樣子 好不好 那不是什麼深層政府 不要什麼陰謀論 不用 很簡單 他就是人的孫心 一佩人希望要發行戰爭 他都發債 他可以發很多錢 你不知道戰爭財多少錢 你看很多 歐洲的首富 跟今天 跟美國那一批最有錢的人 將近三分之一都是發戰爭財起來 他的上一代或是上面幾代 其實都是靠 靠這個戰爭 你發債的 後來 反正不管如何 我們還是要談到一些比較激烈的東西 我們來評估一些烏惡戰爭 10月底要搞了 但是我說現在要下 10月底烏克蘭將迎來第一場 在外面 在北平開始會下下 然後往南開始落 朝日上一代到10月底11月 戰爭將會訪慢 因爲 在烏克蘭到五路線的國家 最大的敵人 是氣候 這棋了 就是這個路線 尤其是冬天 烏克蘭奪回領土 只是時間問題 這個問題你自己看新聞 那些什麼網紅日報你就知道了 他會跟你講 現在當然大家烏克蘭比較丟臉 所以這是時間的問題 年底克里米亞應該可以關門 這樣 這個我跟他說 這是一個現象而已 我們要倒 因爲我覺得很多事情是連動的 很多事情是連動的 這件五路線跟中國要聯合起來 要奪美國的管理 結果要求美國先下走的牆 你也不用說先下走的牆 就是說美國先知道之後 他先去改做自治 所以這個中國跟古羅斯的聯合 他們要來什麼通敵這個世界 你知道嗎 因爲那個壓心 他們一直以來都很想 但是他就沒有那個人 在什麼 因為主要有美國在的 你知道嗎 因爲美國人很好 中國的很壞性也很多 你知道嗎 一些很壞的人也在美國 這個黑人 跟黑人的相對 這個中俄當然不是什麼好東西 但美國也有一些壞人 這壞人跟壞人也會相對 你看他們也會相殺的 所以這個中國跟古羅斯這件的聯合 就叫美國一般人先下走的牆 看不到卡丘先下走的牆 當古羅斯入侵 這個烏克蘭料理 美國就當手了 現在美國你看看 你覺得很奇怪 古羅斯打烏克蘭 你應該制裁 你美國應該要制裁的是俄羅斯 結果你知道美國在制裁誰 美國在制裁中國 他在制裁中共 你有沒有看到 古羅斯你打烏克蘭 結果今天美國在制裁中共 你有沒有看到 你知道你看到嗎 這就是我講的一個現象 他為什麼要制裁中國 他為什麼 因為中俄已經連鎖了 中國跟古羅斯卡丘本來就黏制會了 他本來就要來算 要來做一個 要來統治這個世界 要來做世界王 你如果要做世界王 你第一要什麼 你第一要打倒誰 對啊 打倒美國 對啊 所以 所以這個中俄的 本來聯合起來 要把周邊國家出來 結果給美國怎樣先打倒 人家說會 世界警察先出手了 所以這個 烏 烏俄戰爭是一個現象 但是你要看到背後 中俄跟美國之間的那種國際之間的政治鬥爭 這很多網紅都在說 這我也不講 但是這是一個事實 這是一個現象 中俄 他們自己認為說我是一個大國 你知道嗎 我都統治這個世界 不應該由你這個美國來統治世界 應該由我們 尚無這個世界要本我們 不是都交給你美國 我中國跟俄羅斯我也話以前 我大國 我也要跟日本 為什麼世界都要由你美國去統治 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今天又說一件事 你如果沒有美國統治 交給你中國跟俄羅斯比較好 你就要看看 你就要看中國跟俄羅斯的人民 你過什麼生活 那個我們後面我們再講這個問題 第二個說就是台海問題 台海問題 中共持續虛張聲勢是為了提高談判籌碼 中共內外交困 像國際妥協只是時間問題 中國今天的經濟 向美國這樣逐漸把他人家說的困擾 把他把它塞起來 他的這個經濟狀況絕對會很壞 絕對會很壞 因為我對國際貿易是有 因為我本身談貿易 貿易你如果被人家中斷 你的經濟一定下來 百分之一百下來 因為你找不到替代品 你如果說貿易一旦被中斷的時候 你就找不到替代品 你經濟一定會下來 所以這個 中國的經濟是一定會壞的 那美國持續 性的 對中共的經濟跟他 做收縮 他的經濟一定會下來 因為一些事情他找不到替代品 中國跟俄羅斯找不到國際貿易的替代品 所以有一些名字是戰略物資 像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跟日本都數在一個名 叫做石油 叫做石油 石油 石油是戰略物資 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跟德國的數是因為都沒有石油 德國打到五路的時候 他說我沒有油 日本也一樣 打到東南而已 打到太平洋的時候沒有油 這是一個數字 就沒有石油 他說我就沒有油 我有飛機 可是我沒有油了 我有船 我的船沒有油了 就這樣子 所以輸掉因為我們沒有一些戰略物資 我們進到第21世界的戰略物資是什麼 我們現在的戰略物資就是一些高科技 一些高科技的名字 一些高科技的名字 你要用這個晶片 晶片本身就是高科技 因為晶片 我們現在很多都是精密的電腦設備 需要做到運算 所以會用到晶片 所以晶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物資 而且是重要的戰略物資 但打人都沒有 你看像我們用電腦 電腦就要一顆晶片 手機要一顆晶片 你看到現在所有的一些電子商品裡面 都有一顆晶片 正說中端的晶片 不管是大顆還是小顆 最沒有它要用這個電腦板 所以電腦板也是一個戰略物資 電腦板實在是太普遍了 所以電腦板也還好 現在問題是晶片 晶片是戰略物資 像那個什麼發動機 發動機也是戰略物資 你知道嗎 這個像那個 還有一些什麼 一些什麼 整合的設備 還有一些母機 這些都是戰略物資 你算這個什麼 要做這個半導體的什麼 這個 光刻機 它有十幾種機台 十幾種機台 我記得好像聽我朋友講過 大概有 大概有量 大概有 一百 大概是一百 大概一百台的機器 有 一百台的機器 你協助半導體生產 一定要經過這100個流程 這都是全部都是機器 都是精密的儀器 每一個儀器都是一個 重要的 重要的 設備 你沒有這些重要設備 你就沒有辦法製造一個晶片 所以晶片是戰略物資 為什麼中共做不出來 為什麼俄羅斯做不出來 因為它 因為它是由一堆那種 高晶件的設備 把它組合出來的 算是經過這個流水線出來的一個設備 然後 你要產生這個 這個 所謂的晶片也不簡單的 那裡面有很多參數都很專業 你 我說過一個 我也說學術師 我朋友說 我吃這些機器 全部都送給中國 中國也不會贏 然後我朋友在那個 台積電裡面說 我這設備都送給中國 他也不會贏 他也跟你說 我這裡都設備都給你 你也不會贏 因為 你沒有操作這些機械的一些 人才也沒有用 他說你這有的人材 關鍵的那個點 關鍵那個 最關鍵的技術 還有一些很資深的工程師 你看 有的都差不多要20年了 所以那個也不是說你一下子 你真的就會 調那些參數 因為 你要生產每一種不同的 這個晶片 用的所有機材 還有參數都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你要有生產的經驗 那你才會調這些參數 不是說你有設備就好了 你說你不是 你有設備就好 你設備你也做不出來 你的參數 那所有裡面全部都參數 你真的 我現在參數都沒有 你也不要輸入了 我跟你說我伯 我所有的名字都放你 你也不要輸入了 你真的沒有經驗 沒有生產經驗 還有就是說 你即備的設備 你也有參數 可是你沒有 你沒有 你沒有實際生產的經驗 所以你的良率也是不好的 你什麼意思 那個不是說只有參數就好了 經驗也很要緊 生產經驗也很重要 你說 你說 所以人家你說 之前他們這個 中國裡面 他們就自己開了 你跟你說 他就你問說 我們中國要 自 我們要 中國要自製 晉備要幾年 你開了裡面就說 我們要50年 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做不出來 原理就是在這裡 因為就是 我剛才說的這個問題 第一個 你沒有設備 第二個 你沒有參數 第三個 你沒有生產經驗 所以他說 你是不是做不出來 反應就在這裡 所以這就是一個 戰略物資 那你大家都知道 一起戰略物資 你怎麼做不出來 你也做不出來 我們都會搖說的 你也做不出來 我也搖說 就是問題 你怎麼做不出來 做不出來 那做的事很難 那不是說 你現在要做就做了 然後還有 你要做這個 晉片裡面 所有的那些參數 那些軟體 他說 更加困難的是 這個軟體 跟這個 所有的參數 都在美國手段 都在這些先進國家 都在日本跟美國 又在日本跟美國的手段 這也不是你都行善就好了 所以說 說我甘帶 你今天我就做不出來 你說我 尊公把這個名字 都給你 你也做不出來 所以 為什麼台積電 人家偷不走 如果能夠偷走 就 人家早被偷走了 你看 我們一些台灣人 很多人 對不對 都 叫人藍金 叫人家 叫人家 我們所有台灣的技術 都叫阿拉 你知道嗎 整個都 全部學光了 為什麼 讀讀這個半導體 他學不來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工業體系 很複雜 你中間要一塊沒去 你就不會做 所以 台積電是一個很脆弱的產業 我只要把一個關鍵的生產設備 還是關鍵的參數 尤其是關鍵的生產設備 我給你挑掉 你都不會生產 你台積電就停產 對 台積電雖然很重要 可是它也很脆弱 因為它需要全球的工業院幫它 只要中間有一個工業院斷掉 台積電就完了 所以台積電也很脆弱 但是如果在世界太平 大家都要合作的狀況 台積電是很好的 世界太平的時候 台積電是很好的 但是現在世界開始怎麼沒有太平 這個事情就沒有斷出來了 如果你發動這個政經的時候 日本的一個工廠 中間的工廠都炸掉了 台積電要斷貨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知道嗎 所以隨時台積電都會被斷貨 用斷貨 所以到時候不是你想要生產 而且那個東西你如果斷貨 你找不到替代品 你你又找不出來 所以我說台積電的脆弱點在這裡 對 它很好 但是它有個條件 專門都太平 都管你來合作的狀況 台積電是很好的 真的是花大財 而且它的技術是 因為我的畢業路 你就寫這個了 所以我對台積電部的行為 一定程度的了解 我是只有了解 你看 我只有了解 我也不了做了 我只有了解 就是這樣子 你也做不出來 我實在的 知道也沒有 大家都知道你很重要的 你就做不出來 因為那個不是一個人可以生產 也不是一百個人可以生產 也不是一千個人可以生產 也不是一萬個人可以生產 也不是十萬個人可以生產 是一百 一百萬個很專業的 相關的工程師 才把這個晶片走 把它做出來 相關的產業 它有用到主要是電子 用到很多的化工產業 主要是電子 化工 然後還有機械 然後還有 可能要結合一些光 一些 光電的人才 這這樣 這樣共同 你做這樣 這個 半導體這樣做得出來 所以 只有這相關的產業群 看多大的話 你最重要的一百萬的專業工程師 台積電這個東西才會出來 而且它是在全球分工之下 所以你這個全球分工也 定義說有一個問題 如果有 如果有一條重要的分工鏈 台積電就沒有這麼輕鬆 還是它的生產就會變 變慢 還是說它的良域就要下降 所以 像台積電這種產業是有風險 而且是高風險 尤其在那 我們現在要跟它戰爛了 那一旦發生這個 建政的時候 像台積電這種產業就不好 台積電這種產業 只適合在和平的時代 風調雨順很和平的時代 這是很好的 人家說的順風順水 這點產業很好的 但是問題 你看世界在不太平時 這種產業是很脆弱 隨時都有可能停產 我這不是危險從丁 我說的是一個事實 但是應該不至於 人家也有人家的辦法 人家也有人家的想法 人家也有 可能人 人也說 那既然這樣我就 背一點庫存 他有他的計畫這樣子 他們也不是傻 傻 你說會去台積電做管理 那都不是說的 那都很聰明 他們也有他們的辦法 所以這都是什麼經驗 都是一些經驗 就是一些 生存的這種本能 所以台湾的問題 也是又繼續這樣 就是 一個恐怖的平衡 你說會打起來 我跟他做的研究是不會打起來 但是會越來越緊張 會越來越緊張就對了 所以我說這兩個問題 都不會立即造成問題 其實中共是想要取代美國 問題是 但是有個問題 他有那個實力 有那個小人 有那個實力 他又取代美國 那對 他也想 那問題他有那個實力 他目前是沒有的 你看看 你是說中共在管理中國人民 就管得意味道 你那個世界 ά交給中共 你哪 hacking 你說像爛 player 所以說 世界 不可能交給這個中共 雖然說 美國你管理不說很好 但是你把它想起一個問題 這個 現在 現在 我們是說的 在 血濫機裡面 要做一個 最好的選項 你看 在一堆很壞的狀況 Kind 做一個好的選擇 我們也是要勒相交叉 美國 因為他是 這不是沒有那麼壞的政權 美國政府沒那麼壞 你知道嗎?沒有那麼壞 中共是太壞,所以不能交給他了 你說像我是 我其實也不是支持美國政務 是說他沒那麼壞,你聽到嗎? 因為他的政治的設計沒那麼壞 他不會產生最壞的結果 所以他還可以 所以我是因為這個原因 原因說沒那麼大就現在沒那麼交給你做 原因就是說他年以後找不到替代品 你沒辦法借助一個政府比美國政府還好 這就是美國政府他們這個設計的地位 他們的智慧就是設計美國政府的說 我的政權不會出現最壞的政府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所以這個是美國值得信在的地方 他的政府不會出獨裁者 所以這個還好 所以美國政府不是說他很好 是因為他沒有那麼壞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所以我們才願意說 如果沒辦法平衡沒辦法你也是要給他管 你最初沒找一個政府就幫你保護了 所以這個世界也是交給美國來管 原因就是一個者 比較好 我也沒說他很好的 我是說因為沒辦法因為我們就沒關係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這個不是交給美國 不是說他很好的 你知道嗎? 我是不是說我們隨時如果遇到比美國政府還要更好的 我們要拋棄美國政府 其實我講實在話 我們有國家好的選定 我們總之不會去見美國政府的 你聽我嗎? 你就找不到我好的 所以我們要從一堆爛的裡面挑一些比較好的 這也不得已 因為你一定要有政府 不然是無政府狀況是最壞的 我研究在世界上說 如果沒有政府是最壞的 所以說 如果沒有政府會變成怎樣 一堆殺人、強姦、強姦、強姦 這都沒人管 為什麼無政府? 沒有人去管這些東西 那是最壞的 你知道嗎? 所以無政府狀況是大家要避免的 但是你就在世界政府裡面要拚一個關世界的過 像美國政府 不然你要怎樣 其實美國政府也關了不好 但是你就沒有國家好的選定 好 那我們這兩個問題大概都解釋 所以這兩個問題大概不是什麼大問題 但是我要說 如果這兩個問題再加一個問題起來就是大問題 你知道嗎? 好像說 你如果感冒 感冒其實不是什麼大問題 不是什麼大問題 然後你又喉嚨 喉嚨 痛 痛得都不會說話 這樣說話很少 其實這個也還不是什麼大問題 你知道嗎? 你就只感冒 流鼻水、喚燙、哪會痛 甚至會產生耳鳴 我一講進去就對了 好像有中 好像有可能 可能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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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幾個 我三天就好了 所以我也沒感覺 但是我 我也覺得 稍微 會 所以我們也說 這些事情 你如果感冒 你如果像喉嚨痛 這些 一些狀況 發燒 這個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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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那些什麼一些胰道素 還吃的最後都在控制 你的感冒才會慢慢好起來 所以那個 你看你本身 你如果加強糖尿病 你就不好 一般人來說 一般人抵抗感冒是有 是有抵抗力的 所以三天、五天 上班一個禮拜就好了 那糖尿病 我今天要遇到一個很老的朋友 他本身有糖尿病 感冒 感冒就斷了 感冒就住院了 因為他糖尿病本身蠻嚴重 後來他 這 引起好像是肺炎 那為什麼 因為他是有糖尿病 所以這就很壞 所以我就說 你如果說純粹感冒 沒關係 還好 但是你如果再加強 你就壞了 那個慢 正當慢性 尤其是糖尿病 就很壞 所以我跟你說 你如果 戶後戰爭和台的問題 其實世界還好 還好 但是你現在還加了一個問題 還有經濟問題 所以我說你就不好 你聽我沒有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這件的 我們這件的 明年的住家夫病吧 我沒有要嚎笑 所以你要稍微喘一下 明年世界局勢是不好的 今年已經是一個企圖 人家說你看頭你就要知道嗎 剛才你又 那時候 我們都不傻了 我們如果看風 風要稍微在頭 這個 這個好像冷冷 好像氣溫 有點作價 這個什麼 看到 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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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要落雨了 對吧 同的 我們今年怎麼看到這個 烏乎 這一 空氣當中都冷冷了 濕濕 就像要落雨的那種感覺 我們要下大雨 下豪雨之前 就有那種氣氛會出來 一样 我们未来有一段期间 要过几个月 你记那个味道 也全部都会出来 其实如果是 乌尔战争跟台湾问题 我讲的都还好 现在又加一个什么问题 世界经济局势 我前面大概两个月前 我讲一篇通货膨胀 我记得你 你听那篇世界经济问题 通货膨胀的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还等你收 这个问题就跟我讲 那个糖尿病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是 当期间的问题 不是说你 你脉胀可以处理的 它是慢性病 通货膨胀是什么病 是一种慢性病 而且它是一直 一直存在的 而且你无法避免 其实糖尿杯 大家多多点都会有 你不要说 你都轻耕种 你知道吗 你不要说你 你都没人控制 你没人控制 你就糖尿病病了 你就很厉害 有感冒 就说 一些都不好 器官容易发炎 是怎样都不好 那就是 过去糖尿病 很容易感冒 担不担就在感冒 那治疗 糖尿病我有一个建议 当然啦 饮食是很重要 你要多运动 你要把你身上的糖分都代谢掉 会引发糖尿病的原因是你做小酒 你流汗流的太少 我发现我这种轻耕的 那七头做得很重的 都没有糖尿病 那每天都 人家说的 流寒三病的都没有糖尿病 他每天刮流我很多 整个 他身体的糖分都代谢掉 那个没有糖尿病 我在伸多做事 每天做得贪贪 就没人糖尿病 但是有癌症啦 因為你可以吃到一些毒藥什麼 也有癌症 我們是這邊有癌症但是沒有 如果你做事例來說 比較沒有糖尿病都是癌症比較多 都去吃到毒藥 去噴毒藥還是去農藥 那些農藥 以前說我們這農藥做很長 真的做一些禁藥 因為我都拿著做 那些草農都做不到 所以都去做一些禁藥 那個禁藥那可能 你知道有可能自己在那裏噴 也給它吃 所以這裡有很多癌症 所以我會說我們台灣是癌症大國 可能是不是跟這個農藥有關係 跟食品污染有關係 你知道嗎 這我們起來的時候 我們這裡做調查 我覺得是這裡的食物 所以你看看 我們就是世界這個經濟 經濟的問題這麼大問題 那是萬新病 通貨膨脹 我會說我們特財經 我會說是不一樣的 是沒有藥醫的 我們只能夠 延緩它的發作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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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說 它的症狀 就是能夠克制它的症狀 通貨膨脹是一直都會存在 這說是 我們差不多這10年通貨膨脹 你知道嗎 都被壓住 你知道嗎 就用各種的金融手法把它壓住 不是說沒有通貨膨脹 是它還沒有爆發 我們這個通貨膨脹的爆發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已經蓋不住了 蓋不住 還有一點還有因為發生戰爭 所以有些供應鏈它供應不上 它產生這個供應鏈的斷煉 不管是生產還是消費都有產生這個問題 所以它就是產生這個供應鏈的中斷 你看這個中美要脫鉤 現在中國跟美國經濟 他們要不要那麼連的那麼久 這個也會產生通貨膨脹 中美在脫鉤經濟脫鉤 它就會產生通貨膨脹 因為那就是供應鏈的中斷 供應鏈的尋找 供應鏈的中斷要尋找就需要時間 那就會產生什麼通貨膨脹 因為它要把這些成本轉交給商品 這個也會產生通貨膨脹 所以這個戰爭 總而言之戰爭會產生通貨膨脹 還有你的貨 你的貨幣操發也會發生通貨膨脹 偏偏拍謝現在這兩行都有 這兩樣都有 所以我們現在是惡性通貨的前兆 你知道嗎 但是你說這個問題真的沒有辦法把它減緩 倒是有辦法 但是我沒有那麼樂觀 我沒有那麼樂觀 因為我都想到壞的 我沒有那麼樂觀 反而我認為停滯性通貨膨脹還是會發生 我說可能進步行還是會發生 但是 有的人動會過 有的國家比較好的 體質到美國應該沒有問題 他應該撐得過 日本那種經濟體質比較好的都會過 還是有些國家 中後段的就不會過 你帶中國可能就不會過 如果說中國那個國家可能會通貨膨脹一條 可能就完蛋了 因為中國有什麼他的供需都有問題 還有他的債務陷阱 你知道嗎 這個債務陷阱就是一個問題 他會延遲他的一些債務的支付 他就會產生債務違約 在違約之後就會產生這些金融的一些風暴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中共已經說我現在所有經濟數字都不公佈 我都看白 我都不跟你講 我什麼都不跟你講 我來就產生什麼 金融擠兌 大家要跟中國要一些貨款 錢都投金的東西都賣給他 這樣他就經濟產生斷電 他斷電之後全球又有同化膨脹 所以我說這個中美脫鉤是很嚴重的 你看這個也不知道 所以我說這個問題做的價格起來是個危機 一個風暴 是完美風暴 你看這個現在過了很特別的日子 你知道我說對我知道說我是有警覺性很高人 我看說這個完美風暴進行形成 沒有真的沒有辦法避免 好像沒辦法避免 有一些國家有三分之一的國家有在預估在旁 會跟委內瑞辣一樣破產 有三分之一的國家 如果整個都控制了沒有重點一塊 這件真的可能的財務會重新大洗牌 你知道嗎 全球財務會重新大洗牌 所以說你現在是一個高風險的時代 未來這三五年 這個從今年開始就一個高風險 所以這三個問題是連連動問題 目前無解 獨裁者一方倒下才會去 才有解 所以我講的是 政治 政治問題和 經濟問題是一體兩面的 當然 人家說的 和氣生財 這句話是對 大家說好奇 客氣都沒有壓心的時代 這是一個平和的世代 是個很好的時代 那就會生財 大家經濟過後面就不錯 你想說 哎 你如果想說 我感覺說 我的印象當中比較美好的年代是差不多 2011年到2018年 這差不多七八年還好 還很平和 全世界還有平和 七八年的空間是還不錯 到2019年之後就開始有一些很大衝突的出來 啊 啊 隔幾年 你看 整個 全部你看 這個 這個 烏克蘭的問題 叫俄羅斯青年這過的爆發 啊 都進入一個比較 嗯 比較一個 混亂的年代 啊 我還要做一個報告 我們今天做一個結尾的報告 我今天 今天 我不要說你小等 戰爭跟和平 戰爭跟和平 你知道嗎 哦 比咱人類的歷史 咱人類的歷史 有文字以來 文字的紀錄 三千年 我給各位報告 我們人類 在這個三千年 裡面 好像差不多一百年沒戰爭 你記得 我們這三千年的人類歷史 我們大概平均大概就一百 一百年 是沒有戰爭的 春的時間其實都在戰爭 那日書的專家有做一個通編 其實都一直在戰爭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很殘酷 血腥 戰爭的歷史 戰爭無所不待 你不要看我們台灣今天好 其實這個轉型都一直在發生 戰爭 大大小小的戰爭都一直在發生 所以我跟你說 一件事 我們日書的專家做一個通編 我們人類三千年裡面 沒有到一百年的太平日記 這是日書的一個屬性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人類是 你知道嗎 戰爭 你要你要很珍惜那個和平的年代 但和平的年代都沒當 我們會記得 我們在 我們 這個台灣 躺在 日本那個時候 也一直在戰爭 你會記得823砲戰嗎 古 古領土戰 你有沒有 那一直打到當時 你打到1979年 那個美國十四台灣關係法 你還要這樣 才沒有在砲擊 沒有人進行在 那個1945年到1979年 這個地方差不多 將近三 三十幾年是在戰爭 所以我們台灣在 戰爭也沒有人 也這麼說 沒有到40年 現在你看 又要開始了 所以我跟你說 你要珍惜那個和平的年代 你聽到嗎 人類的歷史裡面 戰爭都是常態 和平是說 可能是大家打到沒有人 你知道嗎 沒有人 十八都死了 所以不得不和平 為了沒有人好 又打 你知道嗎 所以那一百年的空間 沒有在打 因為什麼人都死掉了 所以只要有那一百年 你知道嗎 和平的時間 這是給各位做一個報告 給你報告這個消息很不幸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今天要生活在這個和平 自由的社會 你要覺得很幸福 其實我們人類是 真正的歷史 你打火是怎麼在戰爭 你如果不是 你把中國的利率 跟人家援火 每年都在戰爭 年年都在戰爭 大大小小的戰爭 你給他援火 幾乎沒有一年說那一年真的是風調 魚順 那都沒事 等年就戰爭了 所以戰爭才是一個常態 和平是一個說的 是一個 一個 偶發事件 當然 我們要講十萬 所謂的戰爭 也不是說我們天天都在打架 不是這樣子 是說我們在一段的期間裡面 我們要進去打火 現在這個局勢很緊張 然後上一代還有這個恩怨在 所以變得說 衝突到緊張 這個衝突到緊張 這個會持續一段期間這樣 那個就是那個也算戰爭 這更衝突 你算這個兩岸好像要打架 這樣很衝突 現在不好過 所以我們台灣 我們也要說 說 說實話 其實我們在戰爭到現在 也沒有所謂真正的和平 我們每天都被威脅 有沒有 所以你說 我們離 那個戰爭會很遠 其實不會 我們離戰爭其實不遠 只要大家沒有克制 他就發生戰爭了 你自己的戰爭是一個常態 這是人類來說 說的 人類的本性是邪惡的 吃肉之後就要侵略 笑話有錢之後就要打 你怎麼意思 就是人類的那種 那種原罪 我們的這個惡性 所以 我們說一些最好發生 就是跟我們人 人 我們要回到最根本的問題 人跟創造這幾天的關係不好 跟上帝的關係不好 這是主要的原因 因為你不愛上帝 你不愛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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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愛和平 你不愛自由 你不愛公平正義 你就會產生衝突跟戰爭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我們人類要回到我們創造者那裡去處理問題 你如果回到創造者那裡處理問題的方式 你說像我這很適合 我不會跟人家去處理問題的方式 我也不會去跟人家戰爭 不會我就去處理的方式而已 我不會跟人家 我這個人 沒有在跟人家傷害的 我不會跟人家發生衝突 我是說你對我去 你娘的跟你招招這樣 亂七八糟的 你招招這樣 然後 豬八糟不懂得殺一拋尿照照自己禁止 你如果不跟人家說 他越做越壞 他都自己都不知道你做什麼事情 都在黑白亂做 那做事情都想要敲罪 那個意思 想要過散 做人家的事情又有一個戰爭 你要犯罪 好 你如果有一個戰爭犯罪 那些人會覺得我這個還好 你說還好啦 我說這個 那個我有常在犯 還好啦 那我們可以忍受 你也過了 做事情做要太過散 那太過分了 你那意思嗎 人家就會看你賣罪 就要跟你去家擋住 還是要怎樣 這就不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總結 我今天講了什麼 我今天就做一個結論 戰亂才是常態 你還記得 你還記得你的居安思維 我也都跟你說一件事 其實我們在這代的台灣 還算幸福 你如果今天說你七老八老的 巨大 你如果在今天 你如果在這個最近 在那個 荒民的世代結束你的死命 也算一種幸福 因為你最不看見未來 一些很疲愛的事情 你最不看見 所以我也跟你說 人類的理屬裡面是 建政的時間 是比荒民的時間 多30倍 你會嚇一跳 蛤 是這樣啊 我跟你說是一個 戰爭才是常態 和平是火花事件 啊 你說為什麼和平 就像風打的都死掉了 所以不得不和平啊 我那邊人都死掉了 不要再打 對啊 都死掉了 那現在一宅的 那邊的都沒有啊 現在 現在都全部都 老人都一些老肉殘兵啊 對啊 就沒辦法再一個人 可以和平 這是人類的歷史 你看很悲哀啦 啊這什麼樣的原因呢 我回到我們源頭講 你才創作這個最悲哀的不好 因為你沒有信用 所以我們人類需要信仰的 你知道為什麼需要信仰 你知道美國 為什麼要用 中國來 這個 好像做他們國家的 這個信用 原因也是在這裡 因為你如果不這樣 美國會變得很可怕 美國會變得很可怕 所以你看看 有信仰還是好一點 你看美國這個國家 人人民 人 做多端的人最無信用 人家做事情 不會說 很超貴 你知道意思嗎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裡 謝謝各位 所以你們要注意 戰爭才是常態 和平是 偶發事件